这样的食物煮完以后 你没有在两个小时内吃完 那当它放凉的时候 刚好进入危险的温度带 就是所谓的6度到70度 这个时候的细菌大量的滋生 阿嬷说汤滚过就可以放隔夜 真的吗 很多人一定有听过 我们的婆婆妈妈说 这个汤没有喝完没关系 盖上锅盖 加热让它滚过 然后锅盖不要拿起来 这样就可以放一整晚 不用担心 但是这样真的安全吗 其实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食物煮完以后 你没有在两个小时内吃完 那当它放凉的时候 刚好进入危险的温度带 就是所谓的6度到70度 这个时候的细菌大量的滋生 虽然你让它最后再加热滚过 同时是真空状况之下灭菌了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菌在加热会死 有些菌产生的毒素在加热不会死掉 例如像金黄色葡萄球菌 除了菌会造成我们生病 其实菌产生的毒素 一样也会造成我们生病 所以建议大家呢 就是煮完以后要在两个小时内 赶快吃完或是放入冰箱 如果是夏天的时候 就要在一个小时内赶快吃完 好那我们现在有良好的冰箱 可以帮助我们保存 所以切记 就是汤滚了过夜 放冰箱是不可以的